大家好,我是Steven 中国大叔行走在越南,寻找越南人在台湾的故事 前两天,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一个越南小姐姐 在台湾学习面点,然后回到越南创业 这个小姐姐有怎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跟着一起去看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小姐姐 来做一下详细的采访 怎么称呼你? 我叫小林 小林姐,您是什么时候去台湾学习的? 我是2002年就在台湾了 2002年 对,然后在台湾大零六年 六年 对 那您可以写字吗? 我是可以打字 我能看懂我可以打字 可以手机电脑打字是吧? 对,我没办法写 对 嗯,那您呢? 那您呢? 您当时是怎样的机缘巧合到台湾了? 我当时是在一个大学上课 但是那种大学是全部都是男生,他是工业大学 然后我就偷跑,偷跑掉了 我就不想学那个 您当时是留学去的是吗? 哦,不是不是,我是去那边工作的 哦,去打工去的 哦,去打工去的 对,去个电子厂,然后上班 明白 那,就是越南人去打工业还可以学习是吗? 嗯,对,我当时是白天上班,晚上就是复习了 等于是那种夜校是吗? 嗯,对,差不多 那也很好啊 嗯,当时蛮辛苦的 嗯,那您2002年是吧? 对 哇,20年了 超多的 我看您很年轻啊,现在也很年轻啊 哦,十九岁就过去了 哇,整个青春 刚当大学的时候就吵过去了 明白明白 对 那您呢,在那里生活了六年是吗? 对,六年就回来了 那您当时是朋友介绍的,还是? 还是? 还是中介也介绍的 嗯,那当时是我阿姨有一个阿姨过去的,然后那上班介绍的 就是之前您阿姨在那边工作? 哦,阿姨在那边工作的 她是不是跟你讲那边的环境好? 对,环境很好 对 然后公非很高 她说很多小吃,我就最爱小吃了 所以我就赶紧跑跑过去了 我记得时候我爸都不知道 你先去的时候是自己找了工作 就是你阿姨给你介绍了工作? 嗯,对 在电子厂是吗? 就是我猜她就在那里上班了 然后我就过去她的公司 在电子厂工作了大概多久? 我在那里三年 然后回越南,回了一个月才过去三年这样子 好,那是怎么样的想法? 是让您做这个小吃的? 我是后面才做了这个小吃的 我回来十年了,十年,十多年我才想做这个小吃的 因为我觉得越南太,就是我们家是在那个环境湖的夜市 哇,那个味道很好啊 对 我是在酒吧街 我家是在酒吧街那里 刚好我老公是管那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越南没有什么小吃 太少了 然后我想说把一些国外的小吃拉进来 嗯,是 那如果说很多种啊 我来说那个香肠 台湾的那个香肠 香肠 不知道 对 大肠包小肠 大肠包小肠 那您学习大概学习了多久? 嗯 我还有朋友在帮忙 学习还蛮久的 就是有朋友帮你 然后你还学了很久 对,我台湾的朋友 他是厨师 哦 他是台湾的厨师 您大概学了多久? 嗯,差不多三个月 一直做三个月 三个月,拿了很久 当时越南都没有,没有人做这个 六年前没有人做这个的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叫什么 学徒 懂吗 懂 学徒 徒弟徒弟三年努力 哦 什么意思? 你要给他免费工作三年了 哦 他才真的教你 对他真心教你 徒弟徒弟三年努力 这个头三年你就是给他做免费劳动力嘛 然后来学习嘛 当然师傅有考察你 让你一个人是真心学习的 嗯 这个时间就是三年 如果他觉得你不适合 这一项 不是这样的? 不,他会告诉你 不用到三年 他又告诉你 他说这行不适合你 或者他会给你解释 然后不用做三年就走了 哦 我刚好就是 那个朋友 你三个月学会很厉害哦 他刚好也是有朋友叫的 对 然后我朋友是 他也是刚好是学了这个 在法国学了这个 饼的 对 学了这个 就是法国的那个面包 对 刚好他就教我 那你刚开始做好这个 有没有在 有没有在 在台湾吗 台湾没有 我都是在越南当地的 你在那边在台湾学好 就回来了 哦 对 我没有在那个当地 尝一下 这个是抹茶的口味 抹茶口味 对 那我们这个红豆饼 一共有几种口味 其实有很多种 在台湾 在台湾 起码有20种口味 但是我在越南 目前的话 就是五种口味 五种 红豆它是 比较传统的 一个口味 对 我昨天 带两个回去 我太太 尝一下 哇 她说 真的很棒 谢谢 以前我请她吃 这个 中餐 吃一下 哦 她不经常吃中餐 对 太油了 太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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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了个小吃 哇 这个真的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这种火茶 就是比较偏日本的 嗯 比较偏日本的口味 嗯 比较偏日本的口味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 巧克力的 它巧克力呢 在台湾是没有 在台湾是没有 茶 巧克力 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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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五种 那这几种里边我们有一个特色 主卖 因为我昨天我听到 我听到那个 买的客户啊 那些大学生他们说 有个普通的 有精致的 普通的八千 精致的一碗 是吗 那就是 奶茶加珍珠也是一碗 哦 对 一般的话是八千一个 好吃吧 我喝一碗 谢谢 谢谢 但这个饼呢 特别适合在这个大学生区 小说 我老婆吃一个他又饱了 他说这种很适合那些上学的嘛 对 上学的而且更是女孩子 对女孩子 女孩子比较不喜欢吃饭 对 他会比较节约 你节约 因为很多人都自己赚钱 自己要赚自己嘛 对 因为男女孩子真的都会 每次都这样 是的 因为很多人 第二年 由头一年来 就自己一边读书 一定工作 是啊 他们说 学配父母给生父母 一定可以自己赚 真的 是啊 是啊 很辛苦的一个小时 两三万的 我说 没关系 我可以锻炼自己 是啊 所以这个饼呢 我觉得在这个学校区啊 很适合 我现在总共有七台摊车这样 这个地方 七台了啊 就是下面的那个车 也有七台了 已经有七台了 这个是第八台了 第八台 那我们别的店在哪里呢 都是在学校的门口 就大学的门口 哇 那真的很厉害啊 他在国内这边 很厉害啊 姐姐真的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 无限的附近 真的 特别是适合大学门口 一个学校 少的话 五六千学生 多了一万多两万 多了一万多两万 很大的市场 那像这样的车的话 你是从哪里 车是我自己设计的 自己设计 对 自己设计 然后那个炉子 我是在香港买的 在香港买的 对 香港买的 哦 那你哪一年开这个店 我最早的话 就是2017年 快个 2017年 但是我自己在卖 我自己自己 当时是一个人做 我 我请了两个学生 然后一个人自己考 我自己考 当时是自己考 对 就在那个步行界那里 哦 两个大学生给我们发布 对 我是在步行界那边 就那个 酒吧街那边 对 刚好就在酒吧街那里 我已经考 然后现在已经发展到八家了 对吧 嗯 对 快到八家了 哦真的 那很棒 哎 我当身迎到台湾去 去工作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呢 工资高 那时候是一千美金 十千美金 对于南来说 是很高的 2002年 对 哇那个真的很高了 我还有就是加班 我有加班 我每天都做十二个小时 一个月收两天 你知道吗 2002年的时候 我打暑假工 一个月才一百美金都不到 你拿一千美金很多了 我也是十二个小时哦 那时候越南才五十美金 那时候越南才五十美金 薪水 薪水还五十美金 是啊 2002年我在广东那边的东广 东广 是啊 台湾的台湾人开的那个工厂 东广很多台湾 台湾电子工厂呢 做那个电脑软件 就是外壳 哇 难怪那么多越南人去台湾工作了 确实不容易知道 我去的比较长 那时候还很少 2002年能有一千美金一个月 已经真的很多了 对 算很多了 那工资 当时越南是五十美金是吧 对 十倍 才五百 二十倍 二十倍 肯定了 五十倍 那个时候去什么去的十五 去的很少 您去的早 去的越早 越抓到好机会 现在薪水还是一千美金的 您不仅 当时您去呢 不仅赚到钱 最重要的是学到技术 回到越南创业 回到越南创业 这个是真的很好 这是他抹茶的 他刚刚做好 这是五种对吧 没有五种 就在这边 这是抹茶 你刚刚吃了 明白明白 好的 那您在台湾那边打工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他第一个就是环境 环境 环境很好 很干净 台湾很干净 就是跟日本差不多 但是您在那边呢 感觉人民怎么样 人民文化都比我们越南是差很多倍 当时了 当时我都不想回越南了 对对越南人友好 比如说您在那里 遇到麻烦 或者是遇到困难了 有没有帮助 我觉得台湾人 很出现 那为什么你回越南 他问你 那为什么你回越南 因为你感觉去参加台湾 当时本来我又结婚在那边了 然后回越南 我又跑去读书 因为我觉得还是这个 还是要读书 是读书要完成 因为当时大姐她还在读书的时候 就跑过去了 就听到台湾很赚钱 跑过去 然后环境 又有很多小猪都跑过去 然后我回来 又跑到国内来读书 这因为我很多台湾的朋友 他们也说 他们对越南在台湾的工人 不一样 特别是那些看护 照顾老人 他们就把越南的看护 去当自己家人一样 是啊 他们去旅行 然后出去度假 也会加上安 一起 真的这样家人一样 是啊 他们说 这个越南的移工 给台湾的经济发展 做了很大的工夫 是 台湾最早的一个国家 南越南发展 它是一个最早来自于台湾的 台湾的 是的 对 嗯 那你有机会还会再去吗 对啊 我也是常去啊 有空我就过去玩一下 您在台湾什么地方 我在台中 台中 我是靠近东海大学 台中是不是花莲那边 台中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记得 有什么 你在台中市 台中工业区 台中工业区 我在大洞山 电子厂 电子厂 哇 当时一些的已经很厉害了 做那个手机啊 电脑里面的那个晶片 嗯 那你有朋友 如果想去旅游的 您会介绍他去台湾吗 肯定会 会啊 肯定会 肯定会 我还是蛮喜欢台湾的 其实我家人很多都去过台湾玩 那你有介绍朋友去台湾吗 没有 已经介绍了很多朋友去台湾旅游是吗 很多的朋友 有的人还找我一起去 是吧 我也很喜欢台湾的就是就是窝屋的 嗯 那如果您的越南朋友到台湾 您会推荐他吃什么 这次 我都是推荐他去夜市 台湾的夜市真的很多 很多小时你都走都走不完 吃都吃不完 有名的夜市 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了吗 有名的夜市 我看一下台 台中 我一般都是去东海 东海大学旁边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 我现在不忌不得 那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夜市 我以前很喜欢吃的就是浙伦饼 浙伦饼 一个叫红豆饼 所以我就学了 哦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 谢谢 祝您的生意兴隆 好 希望您在未来两年呢 能在国内呢 争取每一所大学 我们可都有我们的那个浙伦饼 好吗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大家